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鄭鴻宜,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轉世界 那報道轉世界今天來邀請到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 他是這個鍾連晃 那連晃他寫了一本書叫做我的大話人生 今天要來訪問他,連晃六 鴻宜好,聽眾朋友大家好 最近才沒用 對,最近因為出身色嘛 總是有些事情要處理 真感謝大家很支持 目前看起來是大家對這本書的評價還不錯 雖然說還沒有正式上市 因為正式上市是16號 就是禮拜五在實體的書局可以買得到 但是網路預購已經開始了 17號會有一個正式的新書發表會 所以其實如果說 新書發表會在哪裡 是17號17號會有2點 在台北市的南京東路2段1025號4樓 就是尾城大樓台灣會館 會有2點在那開始 南京東路2段1025號4樓 對,那天邀請來過17號 對,那天包括何博文會來 何漢君老師也來 宏玉大哥你也會去現場 還有王美秀 還有黃岳瑞老師他們都會來 包括我們這個報道新鮮的總經理 賴靖賢賴總經理 他也會去現場 所以很感謝這麼多貴賓 那天要來參加我的新書發表會 這切什麼多久 這切齁 切基本切其實很曲折 其實決定要切基本切很快 我大概是大概差不多2點鐘的時間 我就決定要切基本切 但是下個過程很掙扎 為什麼很掙扎呢 因為我覺得很多有一點衝突 就是說你如果要把比較多的情緒 跟大家說 難免有時候會有些人看了 可能會覺得不是很舒服 所以在下個過程當中 就一直在拿捏這個分寸 去收集資料 整整後下基本切 大概花將近要差不多3個月時間 我才把他完成 基本切雖然字數不多 但是我很花很多的心思 在寫這一本書 裡面的每一句話 我幾乎都去找相關的當事人去查證過 所以這不是說門關起來 自己學不會下來的 所以寫的過程真的是非常的掙扎 你參加大法多久 因為2006年7月1號 我是第一次去大法 讓你記得去大法 因為說實在那個 本來其實我們大法上一天那天 本來製作單位很貼心 準備了一個禮物要送給我們 後來因為大家太忙就忘記 他那天準備什麼禮物呢 他就是把我們每個來賓 固定來賓 第一次上大法的光碟片 燒了一片本來要送籃 結果不記得 因為太忙了 所以我記得是2006年7月1號 其實早前我起床 就是因為你跟江玉鳳兩個人 做會主席的時候 那時候是黑波玉陸暗時播出 那大概是2003還是2004 我還要再起床一次 對 就是你可能節目剛才開始播 沒多久我還要再起床一次 真的比較常態的 其實是2006年7月1號 所以一直到2012年5月31號 大概將近6年的時間 對 沒多久6年 6年 差不多6年 差不多6年 那6年來 你因為做這個爭論節目 參與爭論節目 後來你就變成每天幾乎固定是來賓 有承受什麼樣的壓力嗎 其實壓力很大 我書裡面有提到 我幾個經驗 有一次 我就和我們太太 利用這個黑波的空檔時間去大賣場 大賣場 買的就要結帳 你知道大賣場那個結帳過台有幾個爪嗎 我就拜這爪 因為我東西比較少 我就拜這爪 拜… 在那邊拜到我的時候 隔壁有一個爪 有一對大概中年的夫妻 我還記得那是2006年 大概在洪三軍六最大的時候 06年9月 大概差不多9月10月那時候 對 就有一對中年的夫妻 其實是我們太太先看到 她就跟她比 她說 那個男人一直在看你 而且她感覺是 不是很友善的態度 我就看一看 那個男人就 感覺上 是跟她太太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有在瞄我這邊 然後她做事要走過來 太太把她拉住 我看得到大概兩次 外亞印度他們比我早結完帳 照理說你一般我們正常 就是大賣場結完帳 手推車推了就走了 結果她就走出去 她並沒有走 然後等到我結完帳 我手推車三個要走的時候 她就走過來 說 小兄弟 你就是那個中年皇是吧 小兄弟 我真客氣 我說對啊 我是中年皇 有什麼指教 說你住新店吧 我說對啊 我住新店 好 咱們後會有期 語氣非常不友善 我就 我 風會 倒了 我就跟她說 我說下次見面你要請我吃飯嗎 我就跟她搶回去 對 然後她太太來給她悠躁 這是一次的經驗 其實她說很沒水準 很沒水準 其實我感覺 很多學家常常在西部門 都批評 你們這些名嘴 你們這些政論節目都挑起藍綠衝突 其實我覺得 我們才是藍綠衝突最大的受害者 你 誰喜歡說 我沒事輕輕鬆鬆去買個東西 吃個飯的時候 被人家這樣嗆聲 甚至就搞得很不愉快 我相信 沒有人喜歡這樣子 其實我後來都覺得說 這是我自己的感想 不要去在乎別人講什麼藍綠 對 因為你就覺得那是對的 你就要力爭到底 對 我對的事情 為什麼那個叫我衝突呢 對 比方說勞工的權益受損 為什麼不能講勞工權益受損 然後講出來以後 就製造階級 就製造對立 當你在講說勞工的待遇不好的時候 人家就講說你製造階級對立 你如果說 你聽他這樣說 你就算不敢說 那這些被壓迫的 他永遠不會被 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 讓我覺得比較內疚的經驗 就是說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有些朋友 其實是從小在眷村長大的朋友 其實是很深藍的朋友 這些朋友其實跟他都很好 過去從年輕認識到現在 也認識一二十年都很好 像我從事這個工作一後 他這些朋友總是不太遠了 沒有講原因 反正就越來越疏遠 我等一下卡電回去 愛離不離這樣 當然沒有 我太太就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有一度他覺得非常的沮喪 甚至會對我有一些抱怨 藝術大家都是因為你做這個工作 害我都沒有朋友 剛開始我也覺得不太能接受 怎麼能怪到我頭上呢 不然我慢慢去理解他的心情 後來我就慢慢去跟他講 我說其實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並沒有錯 你可以去跟你的朋友好好去溝通 所以我們只是 我覺得你可以隨便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跟他講說我們只是把問題找出來 那希望政府能夠解決 如果你那些朋友真的聽不進去 還是不想跟你來往 那我也很坦白我跟他講一句 我講這種朋友就 整體就不要糟了 因為你講道理他聽不下去的話 跟他大家買到時候說實在也有困難 但是這個事情會讓我覺得有點內疚 就是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的工作 害他遇到一些從小 也許是一些從小玩到大的玩伴的朋友 我會覺得有點內疚 那那些承受的壓力改變了嗎 這幾年 尤其這幾年來 可能因為mineq做了實在太暖了 所以那些投馬英九的朋友 比較不敢那麼趾高企昂 有時候我這個人也批批了 因為我們很多储兵說實在 也是都沉默的 都打馬英九 有時候我也批批了 在外面渡到 我都挑戰問說 最近過得好不好啊 應該不錯吧 股票有賺吧 都頭累了 不敢說話 那我覺得隨著馬英九的執政 讓大家這樣一再批評 那些朋友們 或是說一些鄰居們 顯然他們現在是 比較保持低調 不像說以前 你像那個 紅山軍事當時 你真的撞不住 我是感覺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 自己的看法跟堅持 但是我們是對的 我們的堅持 那我覺得 就是說對於那些 就因為你這樣堅持 而要跟你不來往的人 我們何必討好 對 我也是這樣跟我太太講 我說如果你跟他講道理 他又聽不下去 還是很堅持 他的意識形態的話 那我覺得 這種朋友說起來 你教下去 大概也教不長久 對他們 我們不需要不禮貌 可是根本不需要討好 對啊沒錯啊 那你 就是說長輩會受到壓力嗎 其實長輩 其實坦白講 我爸爸算是一個 忠貞的國民黨員 而且他還是曾經一度 是國民黨的小組長 好大 很大小組長 掛政照在牆壁上 他還是國民黨中生黨員 他還有一座黨政 中生黨員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很趣 有時候 因為他們現在沒有跟他住在一起 都住在台北 但是沒有住在一起 有時候 我回去 本來吃飯的時候 晚上九點 時間到了 總是會開電視 看 他都會準的 另外那台去 自己的兒子也沒有看 對 他看白台 後來 還是我媽媽比較聰明 媽媽畢竟比較疼兒子 後來有一天 他就跟我們爸爸說 不然我看你們好生意 你看白人的好生意 有什麼好看 你們好生意 這台你看白人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們爸爸想不想 好像也有道理 他就跟他準過三例這台 這樣看 慢慢養成習慣 經過這麼多年 我現在回去 我覺得 他雖然說不肯定 看哪一台 但是他的特大 這樣準來準去 感覺說說不好 他還會媽兩句 說這黑白講 這不是這樣 我覺得慢慢的 從他身上 我看到了改變 你看這一次 這次 最近我們在討論很多 軍公教 這個退休的 他不是軍公教 他是一般的勞工 就是領勞保的 他媽了比我更大聲 因為他領過退休金 所以他知道 那種相對剝奪感 因為一金嘴同學是公務人員退休 所以他有那種相對剝奪感 結果他罵的反而比我還凶 所以你在他身上 其實我看到的是改變 那爸爸會跟你談意識形態嗎 會陷入爭論嗎 不會 不會 他不是說過 不是說過 但是他那種批評 他是沾對說來用的批評 對 他認為說這個人說得不對 我不會說 跟他得知的訊息不一樣 有時候我好跟他說不對 我也會跟他說 我會跟他解說 這個事情不是這樣 事實上你看他的報索 因為他家裡都看電影報 現在要是嗎 對 我說你看他的報索 那不是這樣 什麼事情 他寫的是三分的事實 其實另外七分他並沒有寫出來 對 我會利用機會他解說 對 解說其實他可以聽得進去 對 就會改變 投票你覺得他有改變嗎 他今年投小英 這樣喔 優秀以來第一次投民進黨的好選你 你怎麼知道 我母親告訴你 為什麼 你有問爸爸嗎 我沒有跟他問 但是 我感覺上他是受到那種 潛移默化的影響 他覺得說 因為他過去對民進黨的考慮就是 很刻板印象 就是國民黨教育的那一套的刻板印象 現在感覺說 其實好像民進黨也沒那麼討人厭 他就看到他們好選 也不討厭 對不對 所以他慢慢他可以 講道理正正當當 對 他慢慢他就可以接受 然後試著去聽聽看 林進黨的好選 人在說什麼事情 他如果聽得進去 他覺得 所以他今年的總統 他去投出門 雖然立委他一樣是投國民黨的 但是總統他是投出門 他為什麼他是有黨政的忠貞黨員 其實他這樣說 因為我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 客家人其實 尤其北部的客家人 傳統都比較支持國民黨 這個是有他的歷史因素 你苗令 我苗令 而且他以前工作的是 因為我爸爸是煤礦工會 他是讀這個礦野科的 以前就是採煤礦 當然他是做那個爆炸物管理員 整個的 你知道以前的工會 都也是國民黨控制條 所以當機位 特色到吃頭路 甚至到退休 他這四人接受的 都是國民黨片面的資訊 所以你也很難 而且他的統治是統治系統 你如果要升官做什麼 對 可能比較有優勢 對 沒有不對 所以你感覺上 他當時如果是集齊民進黨 反而覺得很奇怪 集齊國民黨算進行 真的 真的 好加在那時候就是國民黨 還換到現在 對 沒有我可能吃過大汗 OK 好 我們訪問的是鍾蓮晃 也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大話新聞的這個 長期的我的作戰夥伴 那我們今天訪問他 他新的書叫《我的大話人生》 等一下繼續來請教他 來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聽《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波動轉世界》在寶島聯播網播出 我們現在在整個台灣都聽得到 我們在北部是《波動新車》98.5 在中部是大千電台99.1 在南部是主人電台96.9 今天我訪問的是鍾蓮晃 他在我們現場 他寫了一本新書《我的大話人生》 《大話新聞停播時末》 以及我所認識的鄭鴻怡 今天大概不談我所認識的鄭鴻怡 因為你認識比我還多 這樣有一點利益衝突 你要說我拍話 你在節目也不好意思說 好 那這些朋友 也算收聽 所以我也買了100本 《我的大話人生》 要免費送給《波動轉世界》的聽眾朋友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打手機簡訊 你輸入985 你打《大話人生》 還有你的姓名 你的地址 你傳到55123 我們公司也買了50本 所以總共有150本 你不用邀請 手機簡訊 你輸入985 打《大話人生》 你寫你的姓名 你的地址 傳55123 我們就會送150本 好 好 年鳳 我記得你只好 Minnesota 過幾得 跟政府說 現在在節省 現在在最高法院 因為 他們沒有人致 二心一輸 現在意告頌數 最高法院就定驗了 對 我問過律書 他說這種案 民事訴訟 因為那個是民事訴訟 不是刑事訴訟 他們不是刑事 他是民事訴訟 他們很聰義都在告明書 他說其中民事訴訟 而且這個賠償金額這麼低的 他還他做律師做一二十年了 他說不能看過有人最高的罪告歡迎 現在我有一個困惑就是說 政府從現在去美國了 因為去做駐美代表 原告不在台灣 現在不知道在冠西 不知道要怎麼闖我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在最高法院就對了 對 現在在最高法院 我們還有一條 他是求償多少 他是求償兩百萬 但是當然一心是破我的背一百萬 但是二心是我勝訴 所以他就可能用那兩百萬的金額去享受 你如果最高法院破下來 你又贏了 你要把國度回去嗎 看心情 因為你故意你也要請律師 故意請律師沒關係 但是讓他對美國回來 你這個idea不錯 還是我來美國故意 我們去劉振豐國 我們就趕快描力出場了 對 我們現在還有一條就是這條 我們是共同被告 你如果去台灣和國政府 都在對美國回來出場 叫他回來出場了 但是他出場也是一樣開工費買機票 這樣也是我們比較吃虧 這樣也可以嗎 可以啊 私人的訴訟可以坐公圍嗎 觀眾上班時間就可以去按摩 OK 那所以你現在有一個進步從這條 對 做這個高法院 你如果還有 劉振豐那條 以前說有夠過幾條 以前中投 我把他夠過一條 中央投資公司 國民黨的 對 就是當時我們在討論這個中央的事的時候 就是因為趙薩康先生買的 不然他說他不完了嘛 我們有討論過一次嘛 我就說 我說現在中央好像是國民黨的 總統說這樣不行 說妨害他的名譽啦 說妨害國民黨的名譽啦 總要跟他告嘛 常常上法院這樣會不會壓力很大 當然會 因為說實在 上法院沒有人喜歡 因為很煩 很煩 你要準備資料啦 你如果要請律師 你還得自己花錢 雖然很多律師都很好心 有給我們打折 但是你還是得花錢嘛 那而且主要是上法院 那個心理上的一個壓力 總是有一件事情 挂在那裡會覺得心情很不好 很不好受 所以我覺得 殷家里人也很清楚 也很清楚說 上法院的感覺 所以他調鋼就是用梳法 幫你騷擾 所以我都很配合的人說 有種就來告 對 但是我覺得 人的適應力很強 第一次很歡迎說是會緊張 會緊張 現在常常去走 覺得 皮皮 對 皮皮 會減少官跟法官 一句來一句進去 這樣吐來吐去 第一次去 我記得第一次去 龍龍騎怎麼敢說話 都也不敢說話 就好像以前那一般小老闆 已經上了那個衙門一樣 走到不會死 對 所以我感覺 這條現在對我可能也沒效了 所以我這樣說的意思就說 不用再告我了 因為我真的已經不怕了 基本上 我們討論都是有根有據 對 我就講道理 對 就比較不怕 如果黑人 三個人站的 跟台 我覺得那就沒有道理 最主要是這樣 就心裡面你很坦蕩 其實你不害怕 對 所以我也去過五六條六七條 對 你就覺得說 我討論公共議題 為了百姓的利益 你有什麼好過 我又 後來我又說 律師你不要說 我自己來講 真的 我跟律師說 你不要說 來我講 這樣 那所以你為什麼 兩個小時 就決定要寫這本書 因為當時我記得 我在書裡面有寫到 有交代這一段過程 洪宇你大概 我不曉得你記不記得 你曾經 在那幾天 你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 我記得是 在財訊跟新新聞 同一天出刊的時候 那天 晚上 我有跟你們說 這到底 是不是這樣 你就證實 你說 確實是這樣 做到後面 那我自己 作為一個 長期參與 一個在台灣 算是收視率 長期名列 前茅 政論節目的來賓 我覺得我有這個 責任 也有這個義務 把這一段過程 把它 留下一個 歷史的記錄 讓 後面的人 或是說當時 很多人心裡一個疑問 為什麼節目做了不錯 為什麼要停 我覺得 我有這個 執任 因為 自己也做記者 做二十幾年 我覺得有這個責任 把這一段歷史 把它留下一個紀錄 讓大家 自己去看 所以其實我的書裡面 我並沒有去 很明確地去判斷說 為什麼 到底是什麼原因 就斬丁截鐵的說 我只是提供了很多周邊的證據 讓大家自己 自己可以去判斷 說為什麼會做這樣的處理 我感覺 不好意思我插個話好不好 我感覺 你最關鍵的切 的部分就是這部分 你現在說了 人家就不會買 不然我實在是 吊個胃口 我覺得 書 其實我也跟連晃說 其實書寫的是 非常精彩 內幕我是覺得 也瞠目結舌 你可不可以來講一下 就是說 你的了解 三例 是怎麼翻起來 你觀察到的 其實三例背起來 如果說 三例這間公司 還是說當事長林昆海這些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 搞不好另外可以再寫一本書 很精彩 對 尤其我覺得林昆海海檔 他整個傳奇的過程 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引人入勝 你看他從一個 學歷不高 一個國中畢業的孩子 自己一個台南人 自己一個人打拼拼拼拼 拼到現在 可能身價 可能超過100億 我猜的啦 大概應該超過100億 海檔也很有趣 小孩也是艱苦人 他跟爸爸去山頂 湊底筍 靠孫 去市場賣 你知道嗎 湊底筍是很辛苦的事情 你可能就知道 你鄭小孩 蟲子多 還有三千半 看不到你早上就要去 你搬去山頂 敵順大家都可以照顧 你搬就沒有了 早上去 蟲子多 很辛苦的 後來他覺得 我又來開鋸鑽車 我覺得他最戲劇化的一段過程是 他有一天看到報紙 報紙 以前報紙很多分類廣告 很小 他看到有人出租錄影帶 他想說這個東西怎麼可以出租 我覺得海黨的生意頭腦很好 這個東西怎麼可以租 標示說有人看報紙 要做人標示說這個有市場 他就開始去市 去市 就開始去生去六合夜市 擺地攤 買錄影帶 不然開始開一間小間的錄影帶出租店 剛才跟那時候 那時候又不是總經理 張榮華 生他們骨子 兩個就開始 也是白手市 這樣拚拚拚 一路拚起來 我覺得三立一個轉捩點 是他 那時候趕上了 諸葛亮餐廳租那個熱潮 我們知道 最早的餐廳租是這樣 就是 一間餐廳你想可以多大間 幾十個 幾十個 比較大間讓你兩百人在裡面 演一張兩點鐘 兩百人看 那人家想就說 我如果把拼做六頁大 錄起來 拿去做 還是拿去買 不然還有很多人看 聰明 真的很聰明 以前這樣拚真的被彈起來 彈起來後來就開始 生立三立電視台 自己在地方上 也開始有一些系統台 慢慢 越走越好 我覺得三立的新公裡面 以 新聞的部分 林昆海 鞠躬絕尾 戲劇的部分 我覺得張榮華 蘇利妹 兩個人 其實都付出很大的辛苦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鍾連放 鍾連放 以前是我 讀的新聞 很長期的夥伴 其實也是很長期的新聞界的朋友 十幾年前就開始 這樣 那老實說 我覺得 我很不靈光的一部分 就是資訊的部分 連放 他都不知道 他如果有這麼多靈通的小心 所以他的情報力 比我強太多了 所以他才有辦法寫這本書 這樣 我的大化人生 據說現在已經開始賣賣 很好 那這個 等一下回來繼續請教他 就是說 其實三立的崛起 大家應該也很有興趣 對 三立是怎麼崛起 董事長林昆海 還有總經理張榮華 他們是怎麼起家的 等一下繼續來請教 好不好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回到 《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這個我們今天訪問的來賓 現場的來賓是 鍾連晃 那連晃的新書 叫做《我的大化人生》 那這個 我做一個朋友 給他買100本 我們這個 《波動新車》 也給他買50本 所以我們會要送 150本書 給這個朋友 那麼《波動轉世界》的 聽眾朋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用手機 簡訊輸入985 你打《大化人生》 還有你的大名 還有地址 你傳55123 那就會送150本 再講一次 手機簡訊輸入985 打《大化人生》 大名地址 傳55123 我們會送150本 送完當然就算了 你就要自己去買 好 那連晃剛剛談到 我是覺得 林坤海董事長 跟總經理張榮華 他們都是傳奇 都是傳奇 就是說 這麼艱苦 艱苦人 小時候這麼散 但是在 十一四轉裡面 有辦法看到 四肢 那麼馬上應變 馬上跟進 這也不簡單 那林坤海的部分 你怎麼說 他小時候是你 儲得順的 儲得順 後來去開店 對 後來不會錄影帶 你夜市也不會 對 你知道夜市也不會錄影帶 經常是要照顧警察料 對 後來開錄影帶電 那時候的錄影帶電 就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台灣 沒有什麼著作權的概念 但是人受寬 讓你一間店 你就要一間大 你如果要多一間 你就要多一些受寬費 對 但是你如果 比較熱門的 這個錄影帶電 經常不能 不能一個人走 因為你一個人走 大回去 看怎麼比較近 也是要一天半天 他才有可能拿來行 嗯嗯嗯 就經常人走 做沒人家就說 欸 你這裡沒 那裡沒 我自己沒來 做老闆人的 就緊張了 不然就想說 不然我們自己copy了 嗯嗯嗯 這個copy 一般人看起來 是說 這就沒什麼 這我本來就我的 我就copy 因為人家要賜 但是如果有人 這個授權的業者 就把你檢舉 你就有事大條了 嗯嗯 所以 為什麼 最後 林昆海他要專心去 經營這個 朱哥亮 這個歌廳秀 嗯嗯 這也是一個 激發他的地方 我常常這樣 警察三天兩頭來電影 嗯 也不是辦法 嗯 啊整齊 我成立一家影視公司 嗯 然後 我自己拍 我授權給別人租 嗯 讓別人拿我賺錢 這樣不是 越快 嗯 所以我感覺 他這點頭腦 真的擋了有夠快 哦 啊 三立 啊 他是當署長 啊 這個 總經理是張榮華 張榮華 他的股權結構 結構是怎樣 其實 我會了解 一開始是大概 林昆海大概三分之一 嗯 啊這個 林昆海太太 就是當牛 這個張秀 嗯 大概也三分之一 林昆海三分之一 對 太太三分之一 那就三分之一了 對 張榮華也三分之一 這樣喔 但是你知道喔 林昆海跟張秀是女兒 但是張秀是張榮華的 這個 哦 所以 一個是姐弟 一個是夫妻 一個是夫妻 所以 這個張榮華是林昆海的股子 哦 對 因為股子嘛 我們台灣人說大股 對 所以他們的股權結構 大概是這樣子 嗯 目前我會了解是 張榮華的股權 大概稍微多一點點 哦 因為他可能最近也有在 有買一些這個散股 有收一些散告 所以 基本上他們的股權結構 其實就很簡單嘛 啊 當期以來合作模式就是 林昆海基本上 因為他都在高雄嘛 其實台北都是張榮華在看嘛 是 所有的公司大小是 大概幾乎都是張榮華在決定 嗯 他大概一個人 就是到他大概就差不多 大概就授權就可以決定掉了 嗯 很少有事情要到林昆海來決定 嗯 但是林昆海對新聞這個部分 他有他的見識 嗯 他認為說新聞應該怎樣做怎樣做 其實大家 如果 張榮華如果你有印象 三立剛開台的時候是 哪一個新聞打響第一炮 是社會新聞 嗯 對 那個時候我記得三立有一組 嗯 有點類似後來 應該是說後來的 伊甸市或蘋果 那個所謂的突發小組 有點是 跟三立當時那一組 當時三立那一組 那個記者是 二十四小時待命的 當時台灣的電視台 幾乎沒有人是二十四小時待命的 嗯 有啦晚上有值大夜班的 但是通常就處理一些很重大的事情 嗯 可是三立當時就是用社會新聞 整個讓收視率 因為好看 大家要看 嗯 整個收視率起來 嗯 所以三立其實最早是社會新聞起家的 對 啊漫漫的 最後是海黨的自己認為說 政治這塊 嗯 也有需要 所以他就開了政論節目 然後整個新聞部的言論的方向 嗯 也確定下來之後 其實也讓三立的整個新聞台的收視率 節節上升 我記得 三立新聞台收視率最好的時候 曾經整天的排行 不是單一節目 整天的排行 其實第二名有時候甚至是第一名 這個是很不簡單 第二名有時候甚至 整天的排行 所有新聞台裡面的第二名 有時候甚至是第一名 啊 這個其實是很 第一名 對啊 其實很不簡單 你想想 一天的新聞 由他再去六點到晚上 一點那有幾個 嗯 一點就一個 你要做到平均第一名 其實很不簡單 嗯 啊張榮華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有什麼觀察嗎 張榮華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典型的CEO 嗯 他我覺得他的出發點都是 為了要怎麼讓這個公司 嗯 賺到更多錢 啊我這個公司的經營 管理要更上軌道 嗯 基本上我對張榮華的觀察是說 他這個人也沒什麼情緒 嗯 他 你說他是藍的好像也不是 那他 當然他也不是綠的 他 他幾乎不太管政治 嗯 可是我覺得他對政治的敏感度很高 嗯 可能是因為你經營一家電視台 你必須對政治的敏感度很高 嗯 所以他對政治的敏感度會很高 嗯 啊他這個人也不喜歡交際應酬 嗯 真正 真正在聽他說一直交際應酬 我覺得他是一個 蠻認真在經營三立這家電視台的一個 很稱職的執行長 嗯 如果說你站在三立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張榮華是一個很稱職的執行長 嗯 當然如果說你站在其他不同的角度 也許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是每個人看法就不一樣了 你覺得台灣的問題是氣氛變了嗎 我覺得變很多 我記得最近有兩個禮 我感觸很深 大概上禮拜吧 紐約時報 這是全世界最有影響來的報索 他報到一個新聞說 中國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在海外有27億美金的阻礎 這個新聞紐約時報剛剛放在逃半經過相當程度的查證 而且他也沒有說這個是貪污所得 他只是說他有27億美金的資產 台幣890億 那我們想說中國國務院總理一國的薪水才多少錢 做一四人也不可能賺這麼多錢 那這個是不是新聞 當然是新聞 第一 中國在我們隔壁 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第二 他是一個國家的總理 很大 但是台灣的電視台 只有一間伊甸市有做這個新聞 其他電視台沒有一家有出現這個新聞 不管就新聞學上的專業 或是說地理位置上 因為中國就在我們隔壁 這個新聞都是重大的新聞 有什麼不敢做 可怕 對 為什麼不敢做 另外一個最近發生的例子 就是這個台術集團王文淵 不是說要跟古宗亮合作來賣一傳媒嗎 嗯 近幾天就有台術有一個活動 有記者去問嘛 王文淵先生當然是被動回答這個問題 嗯嗯 但是我覺得問那個問題的記者 我覺得讓我嚇一跳 我不知道是誰問的 那個記者是問說 欸 那你們台術集團買一傳媒 中國方面的看法怎麼樣 嗯嗯嗯 那王文淵當然他也抓一下 他想一想說 他想十秒了 對 他想大概十秒了 因為他可能也沒想到 有人會問這個問題 他說應該會蠻高興的吧 因為台術集團向來很中立 嗯嗯 中國會很高興 對 那我覺得王文淵回答這個答案 滿歡迎的 對 滿歡迎的 對 滿歡迎的 我比較 比較讓我shock的 認證監的是說 為什麼記者問這個問題 嗯嗯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 在美國有一間委託要買 啊這個記者跟他去問說 這個媒體可能的買主 去說欸 那你這樣做 英國會不會不高興 嗯嗯 不會嘛 因為如果台灣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是我們內部的一個商業行為 關中國什麼事 為什麼要去問記者說 中國會不會高興 嗯 或是說中國喜不喜歡 之類這樣的問題 嗯嗯嗯嗯 奇怪他為什麼不問王文淵說 欸你買一傳美 美國感覺什麼 對對 為什麼不是美國 不是日本 不是英國 不是法國 為什麼是中國 公約領導的事情 對喔 所以 我就覺得說喔 如果那個 那個記者沒有特殊的目的 他只是很自然而然的問出這個問題 其實那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就是說 中國的生活 現在已經內化到台灣的媒體的內部 就是我做什麼新聞 嗯 都要先考慮說 啊這個中國會 嗯 會想起嗎 還是會開心嗎 是 我就想起說 李志英 李開台灣進行說一句話 嗯 他說 台灣太多媒體老闆在中國有生意 嗯嗯嗯 這句話聽起來沒什麼 可是我覺得 他對媒體的自主性的影響會非常大 嗯嗯嗯 因為 如果老闆是生理人 我在中國有生理 嗯 啊我 我現在可以賣中國 嗯 我如果賣中國的時候 萬一我那邊生理要怎樣 做老闆的人 他人的扣路會很多嘛 嗯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如果是王文娟 我真的不會這樣講 嗯 當然他有可能 反映他的內心 對 如果是我 我是說 啊我的投資世界跟中國什麼關係 我買義傳媒跟中國什麼關係 嗯 這樣就好啊 你們這是什麼問題 這樣就好 他說 中國大概 他不是講中國 他講大陸 大陸應該會很歡迎吧 對 哈哈 你看 大陸聽怎麼會爽不 當然爽啊 北京都說得很爽啊 很爽啊 這個很聽話對不對 工程度多開兩間也都沒問題了 所以這很有趣的就是說 到底 壹傳媒以後會是怎樣 過户以後會是怎樣 這很有趣 我們訪問的現場的來賓呢 是 中連晃 我的這個很長期的這個朋友 也是我大外新聞的 作戰的夥伴 非常感謝他 等一下回來繼續請教 來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波動專輯改 我是鄭鴻怡 波動專輯改 在寶島聯播網 大家收聽 我們在北部 波動行車98.5 里中部是大千電台99.1 里南部是主人電台96.9 好 那今天我們呢 訪問的是中連晃 他寫的新書 我的大話人生 那現在呢 在網路上開賣了 對 什麼時候在實體通路上開始賣 實體通路是大概16號 就是這個拜五 拜五 就是後裏 後裏就實體通路就賣得到 現在是在網路先預購 這個 第一批金石堂有200本是 每一本我親手簽名的 那大概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全部被搶光了 搶光了 秒殺了 沒有 不敢這麼囂張 沒有到秒殺的程度 你的行情現在是日殺 好 那17號是新書號表位 對 台北市南京東路 兩座 一座 125 四座 圍城大樓 會保兩點 會保兩點開始 那我們這個我 我買了100本 那公司我們保老先生 也特別跟年後買了50本 總共150本 我們要送給 波多全世界還有保老先生的朋友 你可以用手機簡訊輸入985 打大話人生 以及姓名 你的大名跟地址 你傳55123 那這個送完為止 那所以你剛才說 你感覺說 台灣每天的氣氛 每天的方向變很多 對 我會保來正前 我剛才跟一個 在歐洲 打 博士的朋友 在那開港 他已經拿到博士學位了 他剛才拿到博士論文下來 就是 這一方面的議題 我跟他開港 他說 因為他經常香港 北京 北京 台灣都走 他說 他感覺現在台灣每天的氣氛 比香港九七之前 更慘 嗯 我問說 慘在哪裡 他說香港九七之前的氣氛 前提是你必須接受這個結果 那只希望說 在這個結果之下 能夠爭取到更好的 維護香港以前 在港英時代的民主啦 言論自由等等 台灣現在不一樣的是 台灣現在事實上 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並沒有任何的國際條約說 台灣要變成中國 要回歸 沒有 可是 竟然有 台灣很多的媒體那個 自我審查的嚴重的程度 逼香港那時候 就更嚴重 所以他認為說 這個事情 自我審查就是 那個東西都不敢抹 改抹的不敢抹就對了 都不敢抹 潘昇星也不敢抹 對啊 就有一個 也是在電視台的同業跟我講 說 他們電視台本來要做文家報的新聞 因為這個對電視台來說 這種新聞很近 就好像說二九月美金 對 因為這個外電都有 你只要把外電的影片加加的 這個國際中心的翻譯 把字幕打上去 這個稿子就可以發出去了 大都做完了 結果他要上傳 到他們的稿物系統 就發現怎麼樣都傳不進去 後來發現說這個新聞是直接在那邊 被拒絕掉 被block 被封鎖掉 就是你連發這個稿子的機會都沒有 你覺得台灣現在有 幾聲的媒體 所以他們 台獨 藏獨 僵獨 僵獨 天安門 這個什麼 達賴男媽 樂比亞都不敢抹 或是法輪功 我看電主媒體 以電視來說 我看他的稿子 稿子都不敢抹 稿子的大概不多了 電主媒體 稿子不敢抹 怕死人 所以 補索呢 補索呢 補索 補索的大家穿 自於是不跟澎谷在補 但是因為澎谷在換老闆了 未來怎麼變 我們不知道 所以 現在 我就一直講到說 所謂的媒體的分蘭話 那為什麼台灣的媒體 會特別這樣自我審查 我覺得歸根究底 還是跟媒體的擁有者 或是說 跟擁有者周邊相關的人 他的在中國的商業利益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你說 其實每個都是獨霸一方的人 他為什麼要聽中國話 其實他沒有聽 他是因為 我有商業利益在那邊 我當然自然 我會特別的小心 萬一就 我因為這個新聞做出來 影響到那邊 我的商業利益的時候 不然怎麼 我覺得 未來他都用錢買就好 對啊 所以 台灣都買到 中國 很早大概四五年前 五年以前 就有人說 說買台灣比打台灣容易 買台灣需要多少錢 其實沒多 你如果有人有幸福 可以去精算一下 絕對比 發動一場戰爭 要省很多錢 我告訴你一千月沒了 因為每天 你看看一傳媒一百七五英 對啊 從中國來說一百七五英算什麼 對啊 買十幾 也只有一千七百五十英 你現在可以整個都給他 沒關係 他也是給你了 對啊 所以 你有打算未來怎麼辦 未來其實因為我這段 你沒用什麼一本車 其實也沒什麼太多的想法 但是我相信未來 該堅持的我一樣會堅持 雖然也許經濟上也許會比較困難 那也許沒有辦法過著那麼比較富裕的生活 但是我覺得該堅持的事情還是得堅持下去 因為做人總有一些原則是你不能破壞的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盡力 可以做多少就算多少 到一天到有一天 我也真的撞不住了 那就只好就順其自然了 那人不會誤會死 對啦 我也是這樣想啦 我真的誤會死 你這本車會怕電視台跟你說什麼 其實我在車的時候 為什麼我一開始說會掙扎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 以我目前的狀況來講 我去得罪一家電視台 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說實在我們憑良心話 就我去得罪一家電視台 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要很大勇氣 但是我想一想 其實如果說大家把這本書 很仔細的把它看完 而不是說只看其中的片段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 你要傳遞的是一種脈絡 對我傳遞的是一個 雖然說故事發生 事實發生的地點在這一家電視台 但是我要傳遞的 並不是只有這一家電視台 是面對這樣的問題 其實台灣大多數的電視台 其實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只是其他電視台也許 因為我沒有參與其中 所以我沒有看到 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也了解 我也試著從電視台 經營者的角度 來了解說 經營一家電視台有多麼的辛苦 包括說讀到金融海嘯的時候 就沒有廣告 就是沒有錢 我每天有上千個員工 每個月要發薪水 你叫我怎麼辦呢 我也試著從他的角度去理解他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很有耐心的把這本書 從頭到尾看完的時候 應該會發現說 我在講的事情 並不是針對特定的人 特定的電視台 或是說特定的節目等等 這個連環不知道有同意 我可以幫你做個結論 我的感受就是 台灣人民日報越來越多 對 新華社越來越多 擠到什麼天高 擠到比人民日報更加 比新華社越來越新華社 對 我會感受一下 不知道你有同意嗎 這個很貼切 屬於是像一個 中公媒體的老闆也跟我講過 我問說你台灣看什麼報索 他說我都看自由時報 我說你怎麼看其他的報索 他說那個跟我們人民日報 一樣有什麼好看的 恐怖 這就是恐怖的所在 好 我們訪問的是鍾連晃 他的新書 我的大話人生 我不敢說報索 但是我感覺說很好看很精采 這個可以建議大家看 好 那這個連環今天非常謝謝你 謝謝 謝謝鳳姨 也謝謝寶島先生 感謝所有的聽眾朋友 你辛苦 謝謝 好 再見 拜拜 拜拜